佛州参议员卢比欧在振奋的音乐声中上台 感谢选民支持让他成功连任 卢比欧是美国重要的友台议员 经常公开为台湾发声 也曾经推动台湾旅行法过关 松绑台美官员的互访限制 不过另外一位国会挺台大将 二亥二州的众议员夏波却失败落选 夏波是众议院共和党台湾连线主席 而参院台湾连线共和党主席是殷霍夫 在这个任期结束他就退休 下一届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主席 都得换人做 几位华裔国会议员 包括纽约众议员孟昭文 加州众议员赵美新 跟在台湾出身的刘于平都成功连任 这次其中选举也选出美国第一位 Z世代国会议员 我是Maxwell Alejandro Frost 我已经确定他们听到我们的10年 25岁的佛罗斯特 由古巴裔养母养大 在佛州代表民主党参选 青少年时期就积极参加公民运动 选举时还编开Uber维持生计 她的政见着重在社会正义 跟气候变迁 当选后她开心直呼创造的历史 会为年轻人争取更好的未来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